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后还说 我的桌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据了解 前几日由于正担任常驻导师的演技竞演类综艺 《我就是演员》在网络上播出 节目中青年演员江潮 李问汉的表演被不少吃瓜群众吐槽油腻 而于正本人也曾点评江潮动作油腻 此次在微博发文分享去油方法 很难不被网友猜测成 是在内涵李问汉 江潮两人 作为圈内编剧 于正自成民以来 可以说是没少在社交平台发文内涵圈内的明星艺人 对于这样的方式 有些网友甚至都已经习以为成了 死丫头 于妈等外号也正是这么来的 不过这一次 大家确实误会于正了 其之所以会在微博中发文并不是因为李问汉等人缘故 在发完去油方法后 有网友发现于正在某社交平台上 又发了一篇文章 某人 我拍功火的时候 各种贵帖 我出事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辱骂 只要有公众场合 秀各种Dance 于正海表示 几个油腻恶心的人凑在一起 又开始评价我的节目 留言区中 于正海表示 第七条是我刚刚补充的 专门针对那些所谓的同行 你读书少 没啥作品 公诸于事 整天嫉妒别人 靠骂人来博取 眼求不 觉得惭愧吗 要骂人是不是先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有时间多读书 多给观众出点作品 愿天尤人 改变不了现状 你死心吧 一汪臭谈 恶心走过就好 不回头闻 一股子 极度到死的酸味儿 如果只是看上一段 自然不好猜出于 正是在说谁 但留言区的补充 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于 正是在内涵圈内人谭飞和汪海玲啊 因为谭飞昨日 正巧发文 一个靠抄袭起家的 编剧在节目上 阵阵有词地交别人演戏 汪海玲转发了这条微博 事情在网络上发酵后 身为当事人 痴疑汪海玲也在微博回对 不过比起于正的 不点名内涵 汪海玲则要更为直接 不仅点名于正 还放了于正的照片 给失足青年于正的七条建议 一 不要再装逼了 二 不要再抄袭了 三 不要再行贿了 四 不要再动用关系 删帖空平了 照片中汪海玲晒出 与于正有关的行贿 受贿的新闻 此事一出自然 也就在网络上引起了 吃瓜群众的热议 两人作为圈内 知名的编剧 如今竟然开始 正面刚 而且言语之间 可以说是毫不客气 尤其是汪海玲 更是爆出于正行贿 骚扰男演员的消息 这对一个公众人物来说 可以说是相当恶劣了 别说是于正了 任谁看到这样的爆料 恐怕都会慌的 更何况还是一个圈内 同行的爆料 不过由于汪海玲 以往JS肖战 王毅博 陆寒等人 得罪了太多网友 网络还是有不少人 是站在于正这边的 有网友表示于正虽然戏多 但是他手里有好几部大爆剧 也很少会落井下石 就这点就比不少JS他的同行强太多 当然 支持汪海玲的还是有不少的 毕竟于正这些年 确实没少在网络上闹妖蛾子 总而言之 两个在网络上口碑 并不怎么好的编剧 开始正面刚 对于吃瓜群众而言 实在是一场大戏 不过 身为局外人 老是吃瓜就好 免得被殃及无辜啊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